随着近期多名医疗系统人士接受调查 席选医药圈的反腐风暴持续深入 据彭泰新闻记者不完全统计 7月21日至今不到三周时间 已有近30位医疗系统的院长、局长、书记被查 其中约半数为已卸任或者退休 范围覆盖社区医院、三甲医院以及卫生系统官员 7月21日 据国家卫健委网站 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会同教育部、公安部、审计署 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国家医保局 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国家药监局 联合召开视频会议 部署开展为期一年的全国医药领域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 会议强调 深入开展医药行业全领域 全链条、全覆盖的系统治理 进一步形成高压态势 一体推进不敢服、不能服、不想服 7月28日 纪检监察机关配合开展全国医药领域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 动员部署视频会议在北京召开 会议指出 加大执绩执法力度 紧盯领导干部和关键岗位人员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 集中力量查处一批医药领域腐败案件 形成声势震慑 整个医院笼罩在严肃的气氛中 近日 某医县城市三甲医院医生告诉彭泰新闻记者 医院里已经多次召开有关几率整顿的会议 巡视组进驻 并对相关领导进行检查 现在所有的外部会议都已经暂停 这绝对算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反腐行动 大家都开始解散会议群聊 删除信息 一位医药代表私下透露 都在默默地等待风波平息下来 多地医院主管领导 卫生系统官员被查 从近期通报来看 医疗系统被查人士集中在医院主管领导 以及地方卫健委等卫生系统官员 覆盖超过10名医院书记或者院长 其中部分系主动投案 8月9日 广东汕头市纪委监委发布消息称 汕头市龙湖区第二人民医院 医共体集团总院长李光 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目前正接受龙湖区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8月8日 据广东韶官连正网通报 曲江区富佑保健院党总支部书记 院长廖英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目前正接受曲江区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8月8日 网站还通报 另一名曾担任过曲江区富佑保健院院长的吴文兰 被双开的消息 通报称 经查 吴文兰丧失理想信念 背离初心使命 该于被围裂 在担任曲江区富佑保健院院长期间利用职务便利 在医疗设备 医用耗材采购等方面 为他人谋取利益 非法收受巨额财物 8月7日 据汕头纪检监察消息 汕头市津平区政协副主席 区卫生健康局党组书记李永龙 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目前正接受汕头市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8月5日 西藏纪检监察网公告称 西藏自治区藏医院党委书记唐荣科 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目前正接受西藏自治区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也是在8月5日 据广东阳江市纪委监委 阳江市阳东区富佑保健院党支部书记韩仲新 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目前正接受阳江市阳东区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8月4日 福建莆田市立城区纪委监委发布消息 莆田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机关纪委书记许开炳 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目前正接受莆田市纪委监委 住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纪检监察署纪律审查和莆田市立城区监察委员会监察调查 8月4日 清风接阳发布消息 接阳市第三人民医院党支部书记 负责人林铁汉 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主动投案 目前正接受靳阳市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汕头纪检监察发布消息 汕头市朝南区中医医院党委书记 院长蔡宗欣 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目前正接受朝南区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8月3日 湖北隋州市纪委监委发布消息 隋州市曾都区中医医院 隋州高新区医院党委副书记 总会计师马骏 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目前正接受隋州市曾都区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8月3日 广东汕头市纪委监委发布消息 汕头市朝南区卫生健康局党组书记 局长李海东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目前正接受朝南区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反腐风暴 不仅仅涉及大型医院主管领导 科室主任以及乡镇卫生院等均在打击之列 7月28日 据云南省景洪市纪委监委消息 景洪市第一人民医院采购办主任袁红 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目前正在接受景洪市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7月27日 山西省林芬市纪委监委发布通告称 瑶都区大阳镇卫生院院长李延峰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目前正接受瑶都区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7月26日 据广东省赵庆市权威部门发布消息称 怀吉县人民医院党委书记院长何志新 以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主动投案 目前正接受怀吉县有关部门的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7月21日 据静安廉政消息 江西省原州区卫健委疾控股股长陈建宏 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目前正接受原州区纪委纪律审查 经宜春市监委指定管辖 目前正接受静安县监委监察调查 江西省原州区南庙镇中心卫生院院长 易伟峰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主动投案 经宜春市纪委室监委指定管辖 目前正接受静安县纪委纪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举报封起 在密集反腐的同时 对于医疗体系人士的举报也层出不穷 8月10日 湖南省卫健委在其官网发布情况通报 针对网上传播的中南大学乡亚三医院呼吸与微重症医学科部分医务人员 举报科主任的相关材料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与中南大学高度重视 已成立联合调查组 正对相关情况逐一进行核实 疫情查实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十余名以卸任医院领导被查 值得一提的是 落马的医疗系统一把手等干部中 不法以退休和卸任人士 7月底以来 超过10名以上医疗体系人士 宣布被查实 已退休或者卸任 8月10日 黑龙江省纪委监委网站 援引七台河市纪委监委消息称 七台河市人民医院原院长王群 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目前正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8月8日 据微信公众号连接宾州 山东省宾州市第二人民医院原党委书记侯岳志 被通报已获刑四年六个月 并处罚金人民币30万元 通报称 2009年至2022年 侯岳志担任詹话区人民医院党委书记 院长 是第二人民医院党委书记期间 多次安排他人 通过串通招投标等手段 违规干预和插手市第二人民医院院区建设 基建工程 及医疗设备采购等市场经济活动 造成不良影响 此外 侯岳志还存在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 2023年1月 侯岳志受到开除党籍 开除公职处分 2023年3月 侯岳志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 并处罚金人民币30万元 8月7日 据清风接阳消息 广东省街西县员卫生局党组书记 局长张壮玄 严重违纪违法 被开除党籍和取消退休待遇 7日晚间 云南省西双版纳州纪委监委发布消息 西双版纳州人民医院医学装备客员科长扎宇飞 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目前正接受西双版纳州纪委纪律审查 经西双版纳州监委指定管辖 正接受蒙拉县监委监察调查 8月4日 新会清风发布消息 江门市新会区人民医院原党委书记黄锦年 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目前正接受江门市新会区纪委监委纪律审查 和监察调查 同日 重庆市甸江县纪委监委消息 甸江县中医院原院长刘明怀 涉嫌严重职务违法 目前正接受县监委监察调查 7月29日 据湖北省纪委监委消息 湖北中医药大学副校长 湖北省中医院原院长何绍斌 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目前正接受湖北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 和监察调查 7月26日 据田城清风消息 日前 经资中县委批准 资中县纪委监委 对资中县中医医院原党总支副书记 院长廖安徽 严重违纪违法问题 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7月25日 四川省纪委监委发布消息 梁山州第一人民医院党委原书记 曹立生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目前正接受梁山州纪委监委 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7月25日 据山东省纪委监委网站消息 山东省立第三医院原党委书记 吕永涛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主动投案 接受审查调查 7月24日 据清风赵庆 广东省封开县第一人民医院原院长 全州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主动投案 目前正接受封开县纪委监委 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7月22日 据昭东市纪委监委消息 月前 经云南省昭东市纪委监委批准 市纪委监委 驻市卫健委 纪检监察组 对市中医医院原党委委员副院长唐燕 严重违纪违法问题 立案审查 经昭东市监委指定 巧家县监委对唐燕涉嫌犯罪问题 进行了立案调查 7月21日 据清风令州消息 月前 四川省古林县纪委监委 对古林县中医医院 住院第一党支部原书记 麻醉科员主任李盛天 严重违纪违法问题 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来源彭泰新闻 记者范嘉莱 实习生李天同 在这边